根據加州房地產協會最新發布的數據 7月灣區的房屋銷售量較去年同期增長了19.2% 儘管利率與去年下季相同 約為6.5% 但市重活動顯著上升 專家認為這一增長主要是由於當前的利率 相對於前幾個月的7%來說有了下降 其中Alameda園增長了24.9% Santa Clara月增長了30.5% 而三藩市則增長了34.8% 由於庫存量依然偏低但需求旺盛 房價持續上漲 過去一年中 灣區的房屋中夷價格從126萬元上升到130萬元 即使房價高企利率較高 買家仍然積極買房 上市房屋迅速售出 7月灣區的房屋平均在市場上的時間僅為17天 天安威斯記者編輯報導 Cia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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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iao